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这一节是环球追踪 我是黄雪盈 同大家跟进 甲晚欧美股市最新情况 甲晚美股各别发展 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停火谈判 标普500指数组断层高建2,09点 是历来最高水平 杜瓊斯指数最多曾经升84点 其后市场乐观情绪逐渐消退 加上苹果股价下滑 拖累标普500指数 以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最终下跌收市 杜瓊斯指数集幅高收 收报1万7,078点 上升1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5点 收报4,572点 表普500指数 收市下跌1点报2,000点 而个别股份方面 有劝商考虑下调苹果的投资评级 股价下跌超过4% 联储局也发表的经济报告 指出近数个星期 各地区的经济活动继续扩张 在12个联储局地区当中 有6个表示经济食度增长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普遍回落 汇控折合港元教本杆收市价上升0.21% 而中移动折合港元教本杆收市价下跌超过2% 至于中海油和中石化教本杆收市价下跌不超过1% 我们见到中联通知盒港元收报在13.73% 教本杆收市价下跌不超过1% 而中国人寿上升不超过1% 中石油收报在11.48%下跌不超过1% 欧洲股市上升 乌克兰和俄罗斯有望就 乌克兰东部地区停火达成协议 加上市场憧憬欧洲央行 将会进行实施刺激措施 带动股市向上 伦敦富士100指数上升44点 收报6,873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上升119点 收报9,626点 巴黎剑指数上升43点 收报4,421点 而数据方面 欧盟统计局公布 欧元区7月零售销售 经季节调整后 按月下跌0.4% 符合市场预期 而6月份的零售销售 经季节调整之后 修正为按月增长0.3% 商品价格方面 有加上升 乌俄展开和平谈判 布兰特旗游由低位反弹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就长期停火 安排进行初商 加上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消息触发外围油价做好 但其后 美国石油协会公布 上周原油库存减少50万桶 油价升幅收窄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 95.54美元 上升2.66美元 而伦敦布兰特 9月旗油收报每桶 共102.77美元 上升2.43美元 至于金价方面 由两个半月的低位回升 市场对于美元汇价请强 以及美国经济改善的忧虑降温 因外围金价反弹 纽约期间收市报每桶 公司1,270.3美元 上升5.3美元 接着我们看看美元汇价 美元兑港元7.7497 日元104.88 欧元1.3147 英镑1.646 瑞士法郎0.9179 家元1.0888 欧元0.9349 楼元0.8317 美国国库债券10年期债券2.41 三十年期债券3.15 外围的情况先报告到这里 以下时间交给Phil 谢谢雪盈 身边坐了要财政券研究部经理 直要辉Stanley为我们分析外围市况 Stanley 早上 你好 看到刚才雪盈都提过 美股近期都是窄幅上落 像这个标普 虽然前一阵见过这个历史新高 但这几天都是先声后回 刚刚昨晚受得了2000点心理关口 未来美股是否都要比较反复 事实上这个情况 我想短期内都比较难去改变 事实上如果看美股的表现 都真的不差 甚至在较早前的时间标普为例 刚刚雪盈亦都说到 基本上都是不断在历史高位 而这个现象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都经常发生 意味着个别的指数本身 都是不断向高 都寻找不断在寻定的情况 寻定的情况 但本身你看到美国当地的经济状况 是否很理想 如果以昨天美国公布出来的 一个黄皮书方面的资料 的确当地的经济状况 都真的不断在改善 甚至在就业市场方面 这个可以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地方 都见到开始有个别的地区 甚至乎出现了一些技术型的工人的难度 都增加 意味着当地的那个叫劳工市场 都开始有个叫改善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关键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联储局方面 似乎对于加不加息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都是很视乎就业市场的情况 所以假设就业市场真的有个比较上 是很明显的改善的话 我相信这个也会成为联储局方面 究竟什么时候加息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的决定 所以初步看回 在接下来 即今个星期五 明天的时间 美国当地都会公布一个就业的数据 即是当地的浪费费务数字 这个数字都可以说是很关键 如果出来的时间 是真的比市场预期为好的话 或者是超过20万个职位的话 我相信这个情况 有机会会影响到联储局在加息方面 这个部署的决定 还有一个数字 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经常提及到的 就业参与率 事实上这个数字 暂时来说 你可以说是62.9% 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见仁见智 但是如果你以较早前 说是6月份的时间 这个数字是62.8% 基本上如果你以这个水平来计的话 就是1970年代的时间 那个水平来的 其实你可以说是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如果这个数字 都有一个比较上是明显的反弹的话 都可以说反映回了 当地的就业市场 就真的的的确确 有一个很明显的转世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最后看回 我都相信就是说 明天这个数字 就只关重要的 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前 我觉得美股的变化 就真的不会太大 当然了 昨天的时间 你见到 纳资这个表现做得比较差 标普都是 因为受到苹果方面的影响 但苹果电脑 现在有个比较上大家关注的地方 就是说 它会出这个新产品 还有是说 新产品在亚洲地区方面 特别是中国市场 做得好吗 这是大家一个未知之数 所以我相信 苹果电脑的股价 虽然昨天来说 做得不太理想 甚至乎 有些说 给海人大航的机会 下调去评纠 但它的股价比 我觉得有未知 是太过悲观 最主要是视乎 公司在之后的时间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这方面 那个消购的情况是怎样 明白 见到 正如Stanley所说 今个星期五 其实有美国重点的两项 就业数据公布 刚才提过 就是8月份 飞龙就业职位 同样 美国就会星期五 公布8月份的失业率 正如Stanley所说 那个就业参业率都很重要 我们密切留意着 究竟美国公布两个最新的就业数据 究竟会继续怎样影响美股 这节和Stanley谈到这里 下节我们会看看 欧洲方面的情况有怎样 这节谈到这里 先稍后再见 稍后再见